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看见这些房子了吧 这些房子呢,都是带小院的 刚才刚下完雨,下了点雨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 他想在我家乡这个地区呢 买一套房子,说想要个 几千块钱的,然后呢 我就跟我朋友说,说看看谁家卖几千块钱的 到时候帮问问 昨天呢 有一个就是那个冯哥呀 他就是之前,他卖煤 那个是我朋友,他媳妇给问了一个 说他家房子卖几千块钱 但是那个房子具体啥样呢,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给房东打个电话 然后一会咱们去看去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嘛,是中国最北 这边是林野菊,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这个山上嘛,长了有很多 野生植物 这个朋友呢,完了我家乡这个地方 还不用空调,完了还凉快 这个朋友呢 他就想来我家乡这个地方 买一个房子,我要到处那个夏天 来拆点山货,等到冬天下雪 的时候再回见,连避暑就都有了 说不想买太贵的 买个几千块钱的 然后呢,我现在给他 我现在给打电话啊 咱们现场给打电话啊 通了 不接电话呢 哎,你好 喂 哎,你好 咋的 那个,有个卖煤那个冯哥呀 他说你家卖房子是吗 对啊 所以说有个房子卖几千块钱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你在哪呢,我能现在过去看看去吗 你现在在哪呢 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一号楼呢 那,那个南头一号楼啊 不是,清队的一号楼,庞虚一号楼 那这个房子在哪呢 房子在发现呢 那我去接你去吧 往那看完咱,往那带你送过去,行吗 行行行行 咱们现在去接他家啊 他就在前面那个楼 前面那个猴杂人楼就一号楼 我到地方了啊 我在路边等着他 我要约好了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应该,这个应该就是 是买楼的吗 啊,是买房子那个 那不是楼房,平房 对对对,土房 我看一眼像你 对 就那个红起皮盖的吧 整个红起皮盖盖全是 这好像像土房呢 前脸砖货似的 前脸砖,后脸土 对 现在向上雨了 师傅呢去开门去了 这个园子也是说 对 你看这大园子都黑土地 他也是 这么大一个园子 但是这前面有个垃圾堆哈 那前面那鸡里面那家也是他家房子吗 前面那个那个 又是别家了哈 有个垃圾堆,这里 这破烂太多了这 他这破烂都脏了卖 看这门口的破烂 他这以前当床房来的 啊,这一院里没啥破烂 这一院,破烂都说我得到人家都得给拉走 啊,还有点烧火柴 这些烧火柴买房就送了是吧 这也是,棒子 这屋里还有棒子 这家伙,下雨的水 对 对 就这个房子 这个是厂房 啊,我看他住人的 我说这房子瞅着好像住不了人似的 那住人,你把墙子圆在那个的路上 这家伙 墙子这些棒子全是 他这个棒子 这是澎湖的,全是圆子全是 对 对 那住人在哪屋啊 住在这屋 哦,要看看这院呗 这个,这个院这个前脸啊 这就是砖的 我的后脸是泥的 是泥做的 土房 就是前脸后脸土 我问大家前脸 后脸土是啥意思啊 我这几个地方看 刚才看见,刚才是前脸的是不是啊 前面那是砖的 这边就是土的了 看看这边就是土的了 拿泥盖的 这么的能省点钱吗 一半砖一半泥 我看 这是这么干 这是住人的 住人的始终没弄 当上旁边的 啊 进屋 这块有个炉子 对 这就是住人屋的 这都是双窗 这就是住人屋了 这屋倒挺大 大的 这都应该那么小 这屋水泥地 好了 这屋大事挺大 但是整的也挺烂套 烂套 这个东西就是当上房的 东西当上房的 一爽了一爽了 这是住人屋 这是住人的 对 这屋 这屋是炕吗 这不 是吧 住人这屋把灯打开 没电 我知道 我的羊就带灯 看看吧 这就是炕 后窗 我刚才在外面看的窗 它封死了 它为了给保暖 封死了 这还有个八十年代老挂中 但是这挂中一瞅就是坏的 因为啥呢 就一个字 缺个字 这是泡的酒 这个酒里面泡的是人参 还有什么东西 整体就这个情况 有地窖 有有有 这地窖这呢 对 这地窖这挺深 你现在的沙发和床 全部正送 哎呀 就这么深的地窖 对 这地窖放这土豆啥的 不再长牙子的 对对对对 沙发还有这个床 全部都送了吧 对 还有这些饭子 院里的烧火柴 是吧 就全送了 那明白就是整个物理东西全给了吧 那明白就是整个物理东西全给了吧 我们全盆也给他 电风锅也给他 我们就把行李拿走就完事儿 把行李拿走哈 这一破衣服 咱说他要真采树塔 我们都能穿 对 这凳子全给他 刚才师傅说 就采树塔是啥意思呢 因为我家山上嘛 长的都野生松子 对对对对对 每年采野生松子就多 我这个朋友不是来采点山货吗 他就是一直采的采东西说啥东西不用买了 家里就现成的 就去年冬天没在这住 之前都在住了哈 以前都在住了 这房子卖多少钱 要是要是大开始吧 这个半弄都没给他 次我也是要的五千 我说这些半弄都带上 就六千块钱是 就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那不讲价 那我明白你就把行李拿走 设计全给了是吧 设计都全给下了 就六千块钱也不讲价了 电风锅那把枪全不要了 都给他 就六千 我就把行李拿走 我说自己来 这个对我说六千块钱哈 我跟你说这个是咋回事 这个吧就是冬天烧火柴时候 往外面它凉 往那屋里那烟通往下冒着热气 它一缓刷 从那烟通根上它流的黑油子 这个给抢教以后刷刷就好了 啥毛没有 四千块钱能卖吗 四千 那卖不算卖 最少最少呀 带这些冬月完了带这些棒子 就六千 要不带的是不带半的是五千 但是老婆啊 你不是要这些棒子没的 那我那我明白 那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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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带半的就六千 带这些棒子吧 完了说的冬月无冻 就六千块钱 要是带半的五千行吗 带半的五千 带半的五千 这要带半五千你就写写 咱这个有点太亏了不 反正你看着要带半的就五千 到时候我再问问 我再问我 腌的酸菜 这是咸菜 咸菜 那是那两堂喜欢咸菜 这也是咸菜 这也是咸菜 补留客 这个是补留客 那是腌接菜银 啊接菜银 比如使用人家住 这家住来的 就是去那冬天 那有病没有在那住 完了去看病去了 哎这是你妹妹的房子 对 妹妹妹的房子去看病去了 咱就说这两团的和这院 这一趟大包子 你说什么 你平常傻 咱就说 就你要有时间 卖这物料 都得卖一个 多半包子 嗯就卖这些烧火柴啥的 对啊 行到时候我回家跟他说一声啊 就整整体就这个情况了哈 对他要的话 充心要 咱也充心卖 哇再可以再商商量哈 对 哎等一会再上前面看一眼 再上前面 再上前面看一眼看啥呀 我看他他他这个啥 这个厕所在哪 厕所在哪 厕所在这个厕所哈 对 完了我整起再看看这个房子的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菜园的始终用种了哈 前面都种了咱去年 咱就这些把他了嘛 前面你扒了咱就说你 这块就长房了呗 这六全长房 我那个扣房 这就是厕所哈 对 厕所回头看一眼 厕所就不进去了 回头看看房子 整整体这个情况哈 对前面那个铁皮 吊起去了 后人都一扯扯红 嗯 他说房盖 前面这房盖原来是红的 然后你让阳光晒着 晒着吊晒了哈 对 变成白色了 对 他不露就行 整体就这个情况 我从这个门口出来了啊 但是这个房子吧 这缺点也有啊 就是太埋态了 看看这位置哈 这垃圾堆全到这了 啊 啊 我知道看见了烧火菜 现在烧火菜得一百四一米说 前两天是一百四一米卖的吗 一百五一米卖的啊 对 这一百五一米是到你手一百五吧 到我手一百五 你啥也不管了是吧 对对对对 啊一百五 烧火菜都一百五一米了 一米有多少呢 就是一米长 嗯 两米高就是一米 行 那我走了 慢走啊 哎好嘞 给这个 这个人送回来了 这个不是他的房子 是他妹妹的房子 他只是 他妹妹有病了 去看病去了 要是在他这儿 我就走了 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刚才问了吗 我刚问他他说他退了 呃这个房子吧 他要价不六千块钱吗 但是我感觉五千块钱差不多 就能买下来 但是虽然说花五千块钱买哈 但是特级得好好守住守着 呃 刚才我我大概问了一下 这个房子他他过不了户啊 为啥过不了户呢 因为在我家乡这个镇上吧 必须也是那个砖房才能过户 就是全是砖的 他这个前脸是砖的 后脸是泥的 所以说过不了户 便宜 到时候我给我朋友说说吧 我朋友吧 他想买个能过户的 好 现在该下一个活 呃对 然后大家帮评论一下子哈 我说这房子 看这房子值还是不值哈 呃我到家了 开始把昨天晚上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蘑菇给邀走 这个蘑菇呢是存野生蘑菇 都是我家乡山上长的 这个都是我收上来的 我昨天收上来的 这个是我带一个老大娘家收的 这个蘑菇呢 呃没有泥没有土啊 都干干净净的 因为这老大娘家挺干净的 完了采完蘑菇以后呢 全部全部都处理干净了 呃东北小街儿炖蘑菇就用这一种 把这个蘑菇啊抓一把出来 然后用水泡泡 泡开了以后呢给它洗洗 那个锅里呢把鸡肉或者鸡腿往里一放 开始炒然后加水把蘑菇往里放 炖它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东北小街儿炖蘑菇都老香了 就用的就用的就是这一种 看这多好一点泥一点土没有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蘑菇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连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找野生蘑菇 下完单以后呢 晚上全部都发过走啊 看这蘑菇 我现在开始干活了 这个是白花树绒 这个都是鱼鼠采回来的 这个花树绒呢也在店铺里 都快进了啊 开始大家发货 晚上十一点 然后就传单号 明天早上起来就更新物流了 终于干完了 又折腾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